好 我們 我們地球幸好有這些溫室氣體 幫我們吸熱 幫我們放熱 所以可以使我們地球維持一個適合生物生存溫度 平溫度 吸放熱溫度 15度 如果我們缺乏了溫室氣體 我們會降到以下18度 我說我們都變成冷凍豬肉 所以我小時候 如果大家在講我們面臨問題的時候 他們都寫說我們有溫室效益 溫室效益 溫室效益 可是我們這樣都不降情 為什麼不降情 因為有人類之前就有什麼 溫室效益 而且幸好我們有溫室效益 我們才能夠適合生物生存 所以溫室效益不是問題 這現在太超過了 太過分了 那還是問題 所以現在要叫做什麼 叫做全球暖化 白道全球暖化 OK 有人類之前就有溫室效益 幸好有溫室效益 我們的地球才會適合生物生存 但是由於偉大的人類做了一些事情 使空氣的二氧化碳跟降氧含量增加 他們就吸了更多的熱 放了更多的熱 使地球越來越熱 我們叫做全球暖化 做了什麼事情 白鱗開田使用化石來料 農田撕北 拔林會影響二氧化碳 開田會影響甲碗 使用化石燃料會產生二氧化碳 對農田撕北會產生甲碗 因為做這件事情 使地球的溫室氣體越來越多 我們就越來越熱 叫做全球暖化 好 這又是一個二氧化碳的含量變化 這是在美國的夏威夷所觀察的結果 那個400是一個警告 400是一個警告 400dBm 是一個警告 之前以為超過了 發現沒有 現在已經正式超過了 正式超過400dBm 好 登上升 然後這是全球的溫度變化 全球的平均溫度 這有兩種線 紅色的線是五年平均線 然後黑色的線是每年平均線 你發現五年平均線一直在怎樣? 往上升 往上升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去年是我們有紀錄以來最熱的一名 去年 不曉得今年會不會打過紀錄 不曉得今年會不會打過紀錄 看起來希望很高的樣子 看起來今年打過紀錄希望很高的樣子 去年是有紀錄以來最熱的一名 所以要告訴你說 我們全球溫度越來越高 因為我們有越來越多的溫室紀錄 我們有全球暖化的問題 好 哪來的溫室紀錄 就是第一位華在 主要是石油 化石燃料 燒梅 燒石油這種 會展成這個 好 那甲碗就是一些腐壞的 腐爛的 發酵的東西 還有生畜 什麼之類的 牛西蘭嘛 牛西蘭有抽屁碎 牛放屁要車裡面 屁老車會交 牛放屁會抽水 因為牛放屁裡面有很多的甲碗 所以為了控制排放的甲碗 所以要抽水 有屁碎 甲碗 甲碗 所以那種甲碗 生畜 水田 氧氧氧氧氧氧 把它離開鐵 開鐵會移漲甲碗 開鐵之類的 哪一場都知道 然後臭氧 主要是二次污染物 就是光照之後會產生臭氧 它這個空氣氧氧物質 它是光化學反應所產生的 兩化雅氧氮氮 化石化燃料 汽車引擎 農於生物分解 蛋肥啊 蛋淋強 核藥三藥素 松永老師有教 這樣 蛋肥 然後活力碳化合物 這後面會指教它 活力碳化合物 後面會指教它 它做一些冷媒啊 做一些清洗的工作 然後噴霧劑啊 噴霧劑劑劑劑 就我們後面會想到它 就是它的來源 那它危害呢 國中生考試基本上考的危害就是這個 太熱 冰山就怎樣 融化 海裡面就會上升 國中生考試就只考這個 冰山融化 海裡面上升 冰山融化 海裡面上升 OK 然後呢 太增加的話呢 也會使那個蒸發率增加呢 會有所謂的沙漠化的 沙漠化的情形 沙漠化的狀況 然後呢 再來就是要搬家 每一種生物有它適合生存的溫度 你不一樣它就要改變嘛 改就要改變 所以呢 平地太熱了就怎樣 往山上跑嘛 北半球 南邊太熱就往北邊跑嘛 有一個 我沒有背喔 傳播鄧德热的瘟子有兩種 有一個介紹的埃及道瘟子有兩種 其中有一種 以前是不過北回歸線的 只在北回歸線以南 但是全球暖化以後呢 它就被飛上來了 因為上面就沒那麼冷了嘛 它就跨過北回歸線 就跑到上面了 它就會增加我們得到鄧德热的機會 現在我們得到鄧德热的沒有機會 所以有凡家 珊瑚就死竅竅啊 我們前面有提過珊瑚白化死亡 水溫它就死竅竅嘛 然後珊瑚是一個非常能正位的 大概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生態系 對不對 非常重要的生態系 如果它掛了就把它們又大 又大 所以這些東西都會導致影響到整個食物業之類 這就是全球暖化所可能造成的危害 讓各位能夠了解一下 OK